这个通道调色的技巧非常实用 建议你收藏 很多同学在用通道调色的时候 直接用通道来替换 这样的话得到的效果是比较单调的 那么如何得到一个自然又梦幻的色调 这题课我教大家 找到我们的图像模式 转换到LAB模式 接下来我们可以找到选择 找到色彩范围 通过吸管工具 吸取我们背景的树叶的颜色 我们把容杂值稍微拖大一点 接下来点击确定 这时候我们可以直接点击通道 我们选择A通道 Ctrl加C复制 点击B通道 Ctrl加V粘贴 这样的话我们相当于 只对背景进行通道替换 那么我们人颜色 人的肤色是不受影响的 这样的话就会得到一个比较梦幻 而且不会影响 整个人的肤色的这么一个色调 这样最终效果 它是比较自然的 而且带着梦幻的色彩 如果喜欢我的课程 一定要记得点赞关注 私信我领取这张练习素材 我们下来点击辑的色彩